午休时间到 拉开帘子该占饭了 木板铺设的简易厨房 强塞进玄关和洗衣机作伴 洗的是白世红 路人小哥看得清清楚楚 名字女士扛起一桶准备就绪 第一关大段差只是小卡拉 大boss还得是小日子必备大鞋踢 木脚跟不罢休 跟着心跳鼠节拍 到达二楼拉开窗 三小板凳合力送83岁老太上高台 每日一洗来一躺 看得70岁小妹心慌慌 始终不放心老姐姐一个人住电车大小的老房子 每天都来例行问候 最后干脆带着女儿孙女搬来住 四个女人一台洗 十一平老宅厚度不足 召唤出静腾胜之前来拯救 四年阶段超过250 最擅长逆转缺点为亮面 63岁一台灯塔 不到三米宽的房子像电车 静腾展开双手就能拦住 展开看看结构简单 东侧墙面是明子女士自制的垒丝窗帘 里头藏着的厨房若隐若现 瓦斯台上方装吊柜 多少是有点想不开 墙面外设瓦斯管道 吃坏了天花板 天干雾躁一上火 偶尔听见消防车经过 街坊邻居第一个想到的 就是明子女士 同样提心吊胆的还有冰箱 盒子木板助力 勉强卡在断叉上 炒菜上捉进卧室 摄像师唐老太太床上 正好能拍到正面 橱柜安排在下一间 离厕所马桶有点近 但这些都是小事 厕所隔音才是四个女人的心头大患 顺不顺畅客厅里的家人都知道 预示一猜就没有 明子女士可是附近澡堂的VIP 确定过眼神 房子在小也要泡澡 电视机的背后有靠山 倾斜的角度把控得刚刚好 一脚下去前面探路 咋滴下楼就不带完了 看老太太就聪明镜 一个人注视眉毛病 上二楼看老太太钻窗洞 这妖力静腾看了都自叹不如 凌乱的小阳台诡异的围了一圈窗帘遮羞 是啥创作里面不清楚 咱就笑笑不说话 房子的缺点一大堆 是静腾想要的调调 一千六百万日元准备 许久不见的小蓝人登场 妹妹侄女一块班 侄孙女中途加入 看打扮是刚从棒球场上下来的 练四年出黑皮 在家还想接着练 房子搬完了 金豆豆也留下了 静腾接棒改造开始 按顺序先拆小厨房 管道一秒干脆利落 单薄的天花板 二十分钟搞定算给面子 两分钟一个楼梯就有点不厚道了 两侧的铜墙铁壁压迫的十足 往上看二楼破功 原来老宅是四户平屋里的一户 共用墙体增建二层 一分为二解体后 左右两侧墙体各自发展 支撑二楼土墙的柱子缺金少两 坐地基的混凝土里还混进了砂石 房子不大问题不小 推导重建也许更快 地面铺设混凝土钢筋 搭配新基础更牢固 内侧底坐立起腰梁支援二楼底子 上方架起粗梁 左右结构一体化 满目窗移的老宅重新焕发生机 相对的房子面宽再次缩子 但是再也不怕左邻右舍分崩离析 左右拉伸做好准备 外出散步找灵感 拉卡铁到迷着天堂 目光特快列车 在小日子岛上跑得最远的卧铺列车 拿进藤凉凉没叉 一截车相近深14公尺左右 去头掐尾套进去正好 答案都摆在这儿 那还不赶紧抄起来 二层拼贴木板 南面下沉70公分搞特殊 装上两扇大玻璃窗向阳台 接着给一楼逃来四面大镜 紧贴天花板 是营造大空间假象的老套路 玄关被降低的天花板连接二楼地台 让一楼内部也实现采光自由 借给二楼的空间净横有点的想法 打造出了这个家的一等系 免费体验花厅车的开放感和景致 就算有人在办公学习也丝毫不阻挡视线 下一站突发工厂 又到了手工时间 得到两个缺角的正方形箱子 干啥用的先不管 镜头拉回工地 改造接近尾声 开关插座已经安排好了 拉来两车神秘家具 小的十二件 挨个抬进二楼平方块 大的三件走窗户 横向并排架墙上 尺寸卡的刚刚好 缺角木箱靠墙站 用十二个抽屉兑换三张单人床 应妹妹一家的要求 防卫头尾箱接连一排 睡前还能唠唠嗑 中间象征性使用木箱分隔 去角的设计净显贴心 下方安装脚灯 开关设置床头 晚上企业也不会影响他人 对墙每人一组收纳在 衣物备入收墙上柜 还有床下的大抽屉也别忘了 衣柜内置衣架方便拿取 拉出边桌靠床 单人床变形沙发 喝茶聊天很巴适 插座下方还设置了一圈置物架 可以放置手机和书刊 妥妥的学生宿舍添花板 卧铺列车搬进家 63岁老宅独一份 特大号窗户打头阵 整体外观走线带风 拉开门是明亮的玄关 可以停放妹妹一家的脚踏车 一墙面的收内柜 只放些格局就小了 餐厅厨房和二位一时谈拢了 装盘上菜一步到位 内嵌是晚柜任意移动 附赠两格大吊柜 对墙一路增设扶手 为两位老太太保驾护航 开放式厨房功能齐全 收纳充足 灰波炉烤箱也迎进了家 延伸至厨房的置物架 在减一笔厨具之初 滑动式桌板极限利用空间 从二楼进入的阳光 配合镜面灯光 没有窗户也不显昏暗 接着往里走是明子女士 梦寐以求的浴室 降低了高度配备了服务 隔壁是带超大镜面的洗手台 转身向上看是从列车上偷来的灵感 厕所还是得和浴室做邻居 腾出来的位置睡老太太 多架一扇窗满足明子女士 自制窗帘的小愿望 六十年老搭档挨床尾 就橱柜换皮睡床头 还是老物件用着最顺手 旋转楼梯转换阵地增加新动线 半途可以拐进老太太房间上的阁楼 四块踏踏米大的储物间还带小窗 最惊喜的还是仿照握住列车的大卧室 三人份的收纳空间合理分配 最大化利用纵向空间隐藏衣橱 拆除压迫感十足的屋顶 提高屋顶拨度 光线通过新增小窗倾洒进卧室 拨出来的屋顶也不浪费 又是一处小阁楼 南侧的小书房压轴出场 轰出来的断叉就等明子女士的窗帘新鲜出炉 透过窗外可以欣赏公园的景色 是这个家的头等戏 写好衣服左转六节台阶 轻松到达小阳台 地上铺设的人工草坪 是送给侄孙女的小惊喜 配合左撇子的结语 细心地将打击区设置在左边 至此37坪老宅改造圆满成功 东瞧瞧膝看看 还得是浴室最新鲜 仿照卧铺列车的设计让一家子眼前一亮 躺着坐着都很合身 拥有特大号窗户的小书房 二老看着也是很喜欢 卧室出来是洗衣机 看阳台前数三二一 不经一书出口的愿望竟然真的实现了 大功臣竟成亮相出场 收获好评加四 往后的人生旅程 就跟着新房子发车前进吧